我们放开了,有些国家却要来封锁我们了 有时候真不知道这些国家的脑洞是怎么开的 各位,欢迎来到赵里卓士 几周以来,我国的防疫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 虽然几周以来我们发热发病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相信我们终将彻底战胜这段病毒 而且我们的日子要恢复到2019年之前了 就在这两天,相关部门还有好消息传出 1月8日以后,对所有出入境我们彻底恢复了 回来的人不隔离了,出去也非常的容易 而且如果你的护照过期了的话,赶快去申领新护照 未来我们的国门将彻底重新打开 有大量的中国人可以到海外旅游了 甚至现在就有人在计算 虽然今年春节来的比较早 但是如果买好机票的话 利用春节假期到海外旅游一下也还是很有可能的 尤其是对那些已经阳康了的没有后顾之忧的朋友们 然而当我们这边欢欣鼓舞准备到海外旅游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些国家这个做法真是让我们非常的不理解 比如说日本,前一段时间日本经常叫嚣说 中国应当赶快开放,中国不要再严防死守了 你看我们日本都来了七八轮病情了,也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 中国赶快开放吧,日本盼着中国人过去旅游 然而当咱们这做出重大调整之后 日本那边马上给你来了一段新闻 说以后所有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要全员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哪一个人是核酸阳性的话 对不起,你会被隔离七天 而且不光日本有这样的声明 有多个国家现在也表示要对所有中国过去的航班进行全员检测 咱们这么讲吧 这个病毒并没有离开这个星球 我们是清楚的 然而你们这些国家过往这几年采用一个什么样的躺平策略 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普通的日本人今天被感染的有没有 他们被感染之后难道就自己乖乖在家待七天吗 不是这样的呀 日本人不是早就把这个病毒当做一场普普通通的感冒了吗 日本人患病之后他们都不隔离 你为什么要来隔离我们中国过去的人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觉得是因为过往三年我们抗疫抗的太好了 我们作为满分的优等生遭到了很多差生的嫉妒 所以现在日本感觉到 哎呀你中国现在跟我一样了 病毒弱了之后你也不防了 所以我要来防防你 我要给自己找回一些面子 说实话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 我们没有必要利用病毒来对人群进行三六九等的区分 尤其是像日本这样近些年来叫嚣着要旅游立国的国家 大家知道吗 有的国家像日本这样啊 非要给自己找脸 要给中国人进行检测 但也有很多国家那是举双手拥抱中国人的呀 比如说泰国 比如说法国 人家法国大使馆还专门发文说 哎呀欢迎中国游客到法国去旅游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务实的态度 咱说实话 2019年的时候 我国出境旅游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那一年我们有1.4亿人次 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到海外去旅游 去哪里呢 去北美 去西欧 去日本 去韩国 去东南亚 几乎所有全球主流国家都成为了我们的旅游目的地 而很多国家也因为中国游客的到来 赚的盆满钵满 那个时候 日本可是有着雄心壮志的 日本说2020年东京奥运会 这是在中国人家门口办奥运会 日本能不能吸引大量的中国游客呢 甚至日本有多个城市在那一年开始准备建赌场 日本境内是没有赌场的 他为什么要建赌场呢 他就是要加入到还中国赌博代 希望有了赌场之后 吸引更多的中国人过去旅游 稍带点过去赌博 这些国家为了赚中国游客的钱呢 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尤其是日本人自己都说 虽然啊 访日的欧美游客和中国游客数量加起来差不多 但是欧美游客的购买力那比中国游客差太远了 大家记得18年19年吧 很多中国人的旅游还要去把那个马桶店背回来 还要去买那个几千块钱一台的电饭锅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日本药妆产品 美妆产品 食品 似乎在很多中国人看来 日本货它就是品质的代名词 所以日本人也觉得慢慢的他们可以旅游立国了 当然 疫情这三年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日本连奥运会都推迟了一年举办 而且 这两年以来 日本经济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今年日元对美元贬了超过30% 一下子日本的人均GDP落到了4万美元以下 比韩国和我国台湾都要低了 而且日本已经面临了长达13个月的贸易逆差 什么意思 日本这样一个工业强国 以往它是贸易立国的 它是靠大量的出口商品赚得外汇的 然而 一方面能源价格飙升 你要花更多的钱买 另一方面 日本货的竞争率与日俱降 日本商品在全球卖的越来越差 所以假以时日出口将严重的拖累日本经济发展 那么日本经济未来还剩什么 其实本来发展旅游业是非常好的一部妙棋 中日两国文化接近 人长得又相似 很多中国妇女觉得呀 化妆品这个问题上那肯定日本的好 因为它更适合亚洲人相对细腻的皮肤 尤其是中日两国离得又这么近 很多中国人真是非常喜欢日本的风土人情的 在过往三年 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人说 哎呀 19年之前能到日本旅游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可是疫情这三年大家都出不去了 所以真是有很多中国人憋着一开放了就马上到日本 我们真是愿意和日本共同发展经济 然而日本有一些人就看不清这个时局 明明是何则两立的事情吧 却偏要给你添堵 咱说实话 中国今天能到日本旅游的人 那大部分都是杨康的 很多人都说我还担心我到了日本之后 我突然发病怎么办 那我旅游的钱不是白花了吗 大多数中国人一定是做好自我健康检测 才到海外去旅游 在这个状态之下 中国人比日本人是安全的多的多呀 可是你日本还要拿出这样的政策来恶心我们 你是不是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呢 要知道全球的旅游目的地有的是啊 我们中国人不是非要到日本旅游才行的 难道日本你愿意把中国游客挡在国门之外吗 至于呢 就算人